吉安浩克艺术村的吉野艺文馆在110年开春 特别邀请到书画家张时居举办了莫彩传承书生连战 张时居表示说有别于传统的水墨画展 他这次以更自由的创作风格 透过笔触勾勒出缤纷花卉动物还有生活雅致 也呈现出生活在吉安的闲情舒适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欣赏 吉安浩克艺术村吉野艺文馆在110年开春 特别邀请到书画家乡时居举办莫彩传承师生连战 张时居表示有别于传统的水墨画 这次以更自由的创作风格 透过笔触勾勒出缤纷花卉动物还有生活雅致 呈现出吉安乡的闲情舒适 这次展览是差不多有三十幅的作品 由我跟学生合起来主办 一般讲说画国画大部分都是指定说水墨画 就是画山水的 像大陆的那些好的风景色来表现出来 会比较能够吸引观众 那如果说吉安乡这边 我们有一些是我们讲画花卉 或者是一些领养鸟类 还有一些动物的那么比较适合于我们吉安乡的生活上的一个形态 乡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连结浩克艺术村丰富的极眼神社文史探索 文化艺文展览原名公益呈现 200年老树历史传承 让整个园区能够记录着文化传承脉络 同时也塑造浩克艺术村成为花莲的新亮点 谢谢我们总共张石居老师以外 还有七位的学生一起来进行我们的连展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里面有我们94岁最年长的老师来作为一个呈现 我们希望我们浩克艺术村 不分男女老幼从两岁到94岁的一个 展出在我们这样的两年里面 满满尽是幸福跟感动 所以每个月有不同的展览 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不要错过任何一次美丽的饗宴 在我们吉安乡浩克艺术村 缤纷吉安欢迎大家一起来 即日起到2月7号 吉安乡知名书画家张石居和七位学生 共同举办的师生连展 展出将近有30多幅大型书法和彩末画作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的 吉野艺文馆参观欣赏 张石居老师师生连展 欢迎大家一起来 耶 记得许丽群吉安乡报道